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这是怎么的 我们不是一直在追查 宇文慧的藏经之所吗 如今终于找到了 宇文慧也中箭身亡 从此宇文慧一家再无任何危险 你们为何还是一副 心事重重的样子 藏经是找到了 可接下来 接下来 自然是将藏经运出来 上缴啊 上缴给何人 皇帝啊 你们的意思是 原本确实该如你所说 这笔藏经该上缴给皇帝 再由皇帝支配于你 可如今皇帝刚毕自用 忠用赵月等兼命 只怕这笔藏经 最终会被奸人所利用 自灭其后 皇帝也新日盛 一心想要攻打陈国 只因国库匮乏 难以支撑 才一直未能尝试 若是他知晓了 这批藏经的存在 只会增强它 攻打陈国的决心 最终受苦的 是更多的百姓 是啊 眼下的确不是上缴 藏经的最佳时期 那便再等等吧 好 但是如今这笔藏经 再放在此处 已经不安全了 我们能找到 只怕其他人 也能够找到 眼下 能藏匿并保护 这批藏经的 最佳人选 便是徐大哥的 徐大哥 你别忘了 这批藏经中 也有你们家族的一份 如今也算是 物归原主了 接下来就有劳徐大哥 守住这批藏经 以待来日 用之于你 好 徐卓 定当竭尽全力 杨坚总管定州期间 得独孤家罗 独孤膳 以及定州次使耿康 从旁协助 并取出部分藏金 用于定州的治理 以改善民生 为第一要务 兴水利 君田地 男女老幼 各有其田 独孤家罗 以教授妇女赐秀 又得徐卓相助 脉往各处 一段时间后 定州百姓 庚者有其田 住者有其屋 百姓安居乐业 人口大大增加 成为大州的 富庶之地 杨坚离开长安后 宇文雍下令 以儒为本 进佛道二教 周国境内荣佛焚金 驱僧破塔 毁伺四万 强制还俗 僧道尼 达三百万之中 绝大多数人 无田地可耕 无生计可谋 一时间 北州四处动荡 民心不安 转眼过去 定州在杨坚的治理下 勿赴民风 杨家的几个孩子 亦长大成人 杨丽华亭亭玉立 杨勇英勇神武 杨坚与家罗 也已适应定州生活 先时弹琴作曲 上山寿令 忙时处理政务 夫唱妇随 一家人其乐融融 您需要本身权 所以我 您可想 您多让生意 别也别人 所以我们 您要兴议 您可以 庇护 路不时宜的地步了 百姓安居乐业 人人称杨坚为恩公 他杨坚可谓是 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 恩公 莫说百姓了 就连朝中的一些大臣 也因这几年定州赋税 上贡最多 私下里对他是大家赞赏 如今这个人 可谓是生明日盛 众心所向啊 众心所向 定州的兵 都还安分吧 表面看来定州兵力寥寥 杨坚平日除了处理公务 便是弹琴狩猎 并不关心公事 不过杨坚与独孤家罗此二人 皆心机深沉 是否有别的心思 那便不是微臣敢妄加猜测的了 但此二人能于短短时间内 在一方站稳脚跟 得一方百姓拥护 实在是不容忽视啊陛下 不容忽视啊 小小杨坚 何族为决 这是朕的天下 杨坚他再有通天的本事 也只不过是朕手里的一只蝼蚁 他再也能翻腾 也在朕的鼓掌之间 陛下说得极是 不说别的 就说那杨广在宫中为质子 他杨坚就不敢有其他想法 王曰 孟子见 草莓会儿来 王曰 草莓千里 王曰 草莓千里 王曰 草莓千里 可吟枇为庸莓千里 而上皇帝 庶莓庶人约 得以立无身 上下交恩惠 可吟莓庶 守不仁亲 天哪来 莓庶佛伍 必有人 让人 永而以 互庶尔 可吟庶日 而如 皇区 太子诸位公子 一定要将方才教你们的内容 再用心诵读一遍 我去去就来 好 是 太夫 方才你是不是想 向太夫告密你了 没有 我告诉你 最好是没有 不然本宫饶不了你 一会儿太夫那儿 也靠你帮我们应付了 你可别出卖我吧 呆子 你们做什么 这帮臭小子 他们又欺负你了 没有 他们没有欺负我 我们只是在玩闹 玩闹 我刚才都看到 你呀你 你同你母亲一样 要不强 我母亲什么样 我并不清楚 阿光 你不能这么说 你要知道 留你在长安 你父亲母亲那是情非得意 你要理解他们 不要怪他们 我没有怪他们 高伯父 太夫快回来了 你先走吧 太夫 好 太夫 太夫 好了好了 你不必再帮他们找借口了 这个太子太不像话了 太不像话了 好了 接着念 再念三遍 来 孟子见羊慧王 王曰 孟子见羊慧王 好 好 来来来 快来来 你看他们 累了吧 来 吃个水果 殿下 今日咱们给太夫下药这事 是否过分了点 这要是被杨广说出去 我父亲会扒了我的皮的 杨广 他不敢 就是 一个无父无母的妻子 能做殿下陪读 就应该感激不尽了 若敢告发殿下 那他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我们今日出来玩 就别提那些无趣的人了 杨广他以前都不敢 今日更不会例外 对 没错 喝酒吧 来 宝贵 本宫就这儿歇了 这儿歇了 咱们回宫歇息 回宫 殿下 回宫歇就回宫歇 走 殿下 殿下 殿下您慢着点 走走走走 你都不知道 今日我们喝的什么酒 宝贵 全城安截此一壶 还有好多美人 伺候我 你在独里都没见 东西 陛下 陛下 宝贵 本宫还没成为陛下呢 混账东西 干什么去了 父皇 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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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东宫太子 不思进去贪图享乐 师叔礼乐一概不动 治国之道更是无从谈起 门不能治国济世 武不能上马安邦 如今居然 学会偷出宫和花角 不是 为我不是太夫告诉朕 朕又要被你骗了 我 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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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晚就跪在这儿 好好想想 如何纠错正身 我到天亮了 不许起来 你为何不早说啊你 殿下 陛下让咱跪着呢 殿下 太夫 微臣不是早就说过 凡事要隐秘行事 不可张扬 你这不是明摆着 惹陛下生气吗 今后在相出宫 交给微臣安排 保证万无一失 还是你最懂我呀 太夫 陛下心里明白就好 此事不可张扬啊 好 微臣不宜久留 如有需要随时召唤 太夫那你快回去吧 去吧 去吧 渠儿 不在想阿广啊 也不知他如今 过得怎么样了 吃饱了吗 睡得好不好 开不开心 关于他的一切 我都想知道 我也想你 阿广 我为人夫 为人夫 却不能让你们母子团聚 过上太平安稳的日子 是我的错 是我错 我该处理好与他的关系 我该阻止你进宫的 江陆 若是向你曾算下去 人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 做什么都不对 出身是错 出生也是错 说到底 终归是因为掌控不了 自己的命运 所以做什么都是错的 也不尽然 在这千变万化的世道当中 若是我们能把握好机会 未必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贾勒 我想你保证 我会想尽办法 让我们全家人 平安团聚 我信你 大郎 家罗 你们看谁来了 高大哥 二弟啊 想死你了 高大哥 家罗 你还好吗 好 这位是 灵儿 灵儿 快见过你 杨叔父 杨叔母 高龄见过杨叔父 杨叔母 高龄见过杨叔父 杨叔母 高龄见过杨叔父 杨叔母 你看这孩子 这 这孩子啊 都让他父亲给惯坏了 这孩子啊 一点女儿家的样子都没有 我看他啊 很有高大哥年少时的风采 那是自然了 丽华 永儿 来 见过义父 杨母 你看看 孩子们都长这么大了 你我一憋多年 这孩子可不就长大了吗 可不是吗 今日 看到你们夫妻二人 过得如此安逸 我这做大哥的 心里就放心了 大哥 最近长安如何呀 孩子们都进屋去吧 凌儿 来 跟我们去屋里吧 丽华 永儿 好好站在凌儿 来 大家都坐吧 坐 大哥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 自从你们离开长安以后 这皇帝啊 就再没人能劝说他 他先是下令 进了佛道二教 又命那些僧侣尼姑 统统统缓俗 二弟 你说如此众多的人 他能去哪儿啊 现在可得好 令大洲动荡不安 隐患甚多 我看啊 如今也就你们这定州地界 还算安稳 他终究还是这么做了 这文武百官 竟没有一个可以劝谏的吗 大郎啊 如今这皇帝啊 早已不是当初我们认识的 那个三弟了 我每次劝谨 他不是爱搭不礼 便是出言斥责 现在好了 干脆连面都不让我见了 怎会如此 嗨 不见就不见吧 二弟 你大哥我就是粗人一个 若是哪天说错了什么 他不得砍了我脑袋呀 这样也好 再说皇帝要出兵伐臣 我这次回去之后 也就要准备出征了 可得哥 你要率兵伐臣 是啊 如今陈国招兵埋马 不断在两国边界制造事端 不过说起来 我也好久没打仗了 这次我一定要杀他个片甲不留 你这次 一定可以再立战功的 二弟 还是你了解我 高德哥 你和夫人远道而来 我与家罗一定要进地主之仪 好好招待你们 今天就留下来 咱们不醉不归 好 咱们就不醉不归 喝 好 大狼 在想什么 其实这些年来 我心里还是放不下一件事 私则留下那匹藏筋 始终是觉得有为微臣之道 你说我这么做 是否算是不忠不义 这些年皇帝待你如何 大家都心知肚明 况且你这么做是为了百姓 此为大义 可不拘于小众 要你懂我 那就够了 我们回长安吧 我知道你是为了杨广 其实 我也恨不得 立刻回到他的身边 但是你忘了 当年我们为何会来定州了吗 所谓半军如半虎 更何况 你们之间早已心生险些 且如今皇帝到底变成什么样 我们并不清楚 我怕你这次回去 又横生在乎 长安本就是个是非之敌 若不是因为阿广 我一辈子都不想再回去 可是为了他 即便有再多的祸患等着我 我也必须得承受 我心里明白 你想出征 可主动请应 我认为并非是个好主意 你这些年疏于军事 就是为了让皇帝 对你少点疑心 若你如今贸然主动请应 只怕皇帝会对你有他想 到时 恐怕更难回长安了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可如今似乎别无他法 我只能读一读 就是为了 二弟啊 了不得呀 若是让三郎听了 他都得甘拜下风啊 这是什么曲子呀 听得我顺雷银矿的 这是我为家罗做的 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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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你与家罗的感情 犹如这大帝一般厚啊 这哪是如大帝一般厚啊 这分明就是比大帝更厚嘛 你们就继续取笑我们吧 这哪是取笑 分明是羡慕才对 你这话说的 好像咱们俩不闻爱似的 真的决定回长安了吗 回事一定要回的 只是还未想好怎么回 父亲 母亲 不如就让我跟随义父一同出征吧 等建功立业了 我便可以求皇帝 让我们一家回长安了 永儿 你为何会有这种想法 母亲 即使你与父亲说的那些话 我都听到了 我也明白父亲如今的处境 无论父亲怎么做 皇帝都有可能 不允许我们再回长安 与其这样 不如就让我去试试 我还年少 皇帝对我没什么疑心 等我建功立业了 我便求皇帝 让我们全家回去 再不及 让我回去照顾阿广也行啊 好孩子 你的心意母亲都懂 但是你年纪还小 战场凶险 我不能让你以身犯险阳 母亲不能让一个儿子 去为另一个儿子冒险 就是啊 这要去啊 也是我去 你不是说 你最讨厌出城打仗 这辈子 一次战场也不想上吗 为了阿广 我愿意试一试 永儿真的是长大了 永哥哥人如其名 真应勇啊 你还别说 这还真是个万法 如今皇帝 对两个孩子的戒心 肯定不如对你们的重用 先是广儿 现在又是四叔和永儿 我们家一直这样四分五裂的 以后 我一定要让我们一家人 囤团圆圆的 丽华 不论在哪里 家人的心在一起 才是最重要的 可心在一起 人不在一起 也不是团圆啊 我实在不愿意这样 颠沛琉璃下去了 被人安排来安排去的 就像个提线木偶一样 自己的命运 都无法由自己决定 Tou 参见陛下 高将军 这是何意啊 回禀陛下 此二人乃定州总管阳间之地阳爽 与长子阳勇 他们自幼习武 英勇果敢 臣斗胆恳请陛下准奏 让他二人随我一同出征罚臣 恳请陛下恩准 原来是阳家的人啊 快起来吧 谢陛下 多年未见 你二人出落的 仪表堂堂 气宇宣昂 很有阳间的风范嘛 只不过高将军啊 你征战多年 应该知道这沙场凶险万分啊 这二位都是阳间的亲人 若是有什么闪失 你我岂不是愧怼兄弟 这时候你知道是兄弟了 你说什么 启禀陛下 我杨家世代得慕皇恩 理应报效朝廷 如今 臣国不断挑衅 我身为大洲子民 又岂能只顾自己 而不顾国家 况且 陛下如此看重家兄 杨爽便更应该上阵杀敌 方能报答陛下 对杨家的恩德 启禀陛下 杨勇不才 但自幼随父亲与四叔 习武练剑 熟读兵书 想得便是有一日 能够披挂上阵 为大洲尽一份心力 还望陛下恩准 陛下 如今正是我大洲用人之急 杨家又是一门中烈 请陛下放心 杨爽和杨勇 必不会辜负陛下厚望 还请陛下恩准 依然你们有如此豹国之志 朕若再不恩准 倒显得有些护短了 那朕便准你们所遭 谢陛下 杨勇铁令 三军挺令 杀 你二人攻不口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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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番大败臣军 你二人攻不口莫 朕特封杨爽 为正无品幼小公伯 杨勇为正无品中士上士 朱卿 都应当以杨坚为楷模 不仅自己能上阵杀敌建功立业 还能为我大洲培养出后继之才 以保我大洲千秋万代 臣叩谢皇恩 平身 谢陛下 陛下 臣有事启奏 说吧 启禀陛下 陛下独尊儒 进佛道二教 本义是想让僧尼还俗 以促进农耕不支 然而多年下来 却并未见到显著成效 反而杨坚治理下的定州 却是成绩斐然大有所为 此番征战 虽大败陈国 但我方亦有损伤啊 高将军 臣在 将士的抚恤事宜 你可安排好了 回陛下 都已安排妥当 陛下 关于定州 那就好 陈国兵败 已无力再与我大州对抗 他们一派使者来求和 朕考虑过了 两国交战 必定还是劳民伤财啊 所以此次 朕会答应陈国的求和 钟卿以为如何啊 陈道无异议 陈国兵败 怎么了 没事 阿爽与勇儿立下战功 我们终于有望回长安 与阿广团聚了 你为何看起来 反倒心事重重呢 哪有心事重重 我向他高兴得很呢 你别多想了 虽然明知一定得回长安 却也知 前路艰险迷茫 对吗 当我决定 回长安的那一刻起 便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不过 我倒真的舍不得 在这里的日子 这几年过得平安又喜乐 恐怕以后再难有这样的日子了吧 其实呢 只要身边有你在 去哪儿都一样 此次若真能回长安 我们一家人便再也不分离 一家人便已不少 来 是真是一家人便乱 这是新作的曲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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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作了一半 还不是太满意 请夫人帮我想一想 我把你君似明月 温柔交接 无爱同情 欲聚相对 无量之情又无禀空 陛下 听说你不肯让杨坚夫妇回长安 你是不想见独孤家罗 还是无法释怀 好端端的 提他做什么 其实臣妾心里还是高兴的 不管如何 你不让他们回长安 那独孤家罗便不会再出现 你看看你自己 哪里还有皇后的大度与谦衡 陛下 朕是天子 万事都要以大洲的子民为重 阳间跟随朕多年 来 讨伐齐国 朱沙宇文户 屡见齐功 朕将他贬去定州 他不但毫无怨言 还亲力亲为 将定州治理得像国像阳 像阳间这样不可多得的臣子 若朕不肯后代 怕是会寒了满朝温武的心哪 陛下 那你为何又不让他们回来 杨爽杨勇 征战高九积极配合 便是为阳间回归而铺垫 实在是有些欲取欲求啊 朕必得冷冷他们 先以后仰 陛下 你是不是 还忘不了独孤家楼 朝堂之事 跟女人有何干 你我夫妻多年 你心里想什么 我也略知一二 你又何必自欺欺人 这个世上 不光有爱与恨两种感情 朕可以选择淡了 不管不问 无怨无忧 皇后你不必多说了 这满口堂皇不过是自欺欺人 家罗 朕要如何才能将你放下 之前您交代的在定州新办私学之事 下官已经着手在罢 估计下个月便可以在两家学术 开始广大寒门子弟了 是不分贵贱的 学问是不分贵贱的 我们要让寒门弟子 也能有读书识字的机会 今后的定州 就要靠他们了 我还能将你 iz Pal而唱 家长接受留不贵贱贱的 军这宗方的矩 大恐竟会讨压仇 aw iya 全都交给您了 您不在 只怕定州的事务 一直会陷入混乱 定州的百姓 也会舍不得您哪 我自然也舍不得他们 只是有些事情 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下官明白 像您这样能力出众的人 是该回长安大展拳脚 此行 也不知是福还是祸 逃避不是办法 我有正面应对 此番回去 千万要行事低调 误再引起皇帝的注意 我们杨家才能平平安安 不求有功 但求无果 希望他肯放过我们 还我们一个平安完整的家 不过想想 我们终于能见到家人了 他是 além灯的 职守 喜欢 同学 刚录졌 不得 甭 能再度进京练圣 臣感激不尽 朕当年派你去做定州总管 判的就是 你能帮朕 治理好这一方土地 你果然不负朕望 在定州开水渠 灌粮田 推军田猝不知 短短时间 便让定州的百姓安居乐业 也为朝廷缴纳赋税 不仅如此 朕还听闻 你近日在定州兴办思学 此乃造福后代之举啊 谢陛下谬哉 微臣愧不敢当 微臣只不过是将陛下的人证 在定州推行 定州有今日之成绩 全仰仗着 皇恩浩荡 朕素来知道 你不是贪功之人 但功就是功 有功之臣 朕必定重赏 朕封你为帝官府小司徒上大夫 赏黄金百两 锦断二十匹 快谢恩哪 谢恩 快 谢陛下隆恩 还有啊 即日起 你要将致力定州的经验 总结一番 并根据各州郡的义童 商讨出适合各州郡的治理方案 朕会下令 让各州郡派官员进京 与你义童探讨学习 臣 领旨 母亲您走慢一点 母亲是想早些见到弟弟 母亲 南无堡 bud 木洙 我问她 你女爹 对 可好 维 服务 自己眼分 梦 就 write 不用了 你在宫里过得好吗 皇后与太子对你好不好 没什么好与不好的 如今说这些有何用 我早已习惯了 广儿 大姐好 母亲 皇后已在御花园等我们了 我们赶快去吧 去晚了怕是要被怪罪 广儿 我们一家人就要团聚了 是啊 阿光 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 你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不 我没有担惊受怕 我在宫里过得很好 太子从没捉弄我 皇后在我也很亲厚啊 没事了 都过去了 今后都会好起来的 母亲 我们赶快走吧 别让皇后等急了 好 好 臣妇独孤家庐 参见皇后 无须多礼 起来吧 谢皇后 皇后 这么多年没见 您一点都没变 有些事情能变 有些事情却变不了 他们都长这么大了 这孩子 长得倒挺像你的 我是母亲生的 自然像他 丽华 皇后面前 不许无礼 无妨 咱们是旧相识 不必讲什么虚理 儿臣给母后请安 云儿 你来得正好 这位是隋国公夫人 你有事见过 可还记得 见过隋国公夫人 不许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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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里眉眼 踏平风雪 温大雨 庞陀的昨天 思念蜿蜒 幻化成结 时光悄悄走壁飞烟 要不是寂静寂寞的荒原 掌心眼神一片蓝天 两只手怎么会紧紧相欠 我真永远 在幻尘素食与你捧一面 在雾底深渊看红尘万卷 烦恼不见 终爱愿 不会退却 泪影初遍 三千世纪短短一年 连连不觉 步步欠缺 人凭光满 能护卫彼此的阴穴 思念 三一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